听众姐妹要开始本周的敬拜 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在一起来敬拜 无论你在现场 在网络上的直播 或者是任何个地方 你要知道神都听得到你的心 都听得到你的声音 都知道你对祂的真心真意 唱诗歌不是好像只是唱诗歌 敬拜乃是把心对准神 不是为了上帝的益处 是为你的益处 当你把心对准神 你要对准神本来就预备给你 各样的丰富健康平安跟丰盛 透过等下的诗歌的歌词 透过等下的领圣餐 等下的奉献 等下的讲道 你要看见上帝的荣耀 德招瑞玛走在水面上 奉神明祝福你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 成功能处 transforms 衬破黑暗 你让我跳舞不断 仰望你恩典 信心就持续加添 耶稣秘密 断开锁练 你光中黑暗 都多残 你信心我临 成土转变成生命 祈祷你岩天如洪水 你是我生命的荣誉 你爱甜甜的心默契 耶稣那表情都对你 我们赞美你 你是那种荣耀的 你的人魂冲破黑暗 你让我跳舞普段 仰望你恩典信心就持续佳天 耶稣秘密断开锁链 你光着黑暗灯火烫 你心起我临尘土转变成生命 祈祷你岩天如洪水 你是我生命的荣誉 你爱甜甜的心默契 耶稣那表情都对你 哦 愿你生命被告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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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恩典点点燃我的心 对啊 谢谢你 祈恶的爱很像在太阳的表面 不断不断的不断的燃烧 不断不断的光照我们 告诉你何等的爱我们 当太阳还在月亮还在 你的爱就不变得永远的爱着我们 你凭得火焰 热切赞美 耶稣你领钉我掌权 胜过那死亡大门就在我里面 祈祷你的天如洪水 你是我生命更荣美 你爱甜蜜分析我心 耶稣让表情都毁灭 哦 愿你生命被告据 哦 愿你恩典点燃我的心 知道你恩典如洪水 你是我生命更荣美 你爱甜蜜分析我心 耶稣荣耀全都归你 请到你恩典如洪水 你是我生命更荣美 你爱甜蜜分析我心 耶稣让表情都归你 哦 愿你生命被告据 哦 愿你恩典点燃我的心 只要你恩典如洪水 你生命更荣美 你爱甜蜜分析我心 耶稣让表情都归你 耶稣让表情都归你 你欠罪的神 谢谢你 恩典如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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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爱甜蜜分析我心都归你 你爱甜蜜分析我心都归你 因你爱我 你救我脱离罪而困绑 你此牵伤 替我换情最早 永无知情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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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随我一生 我相赋于你 让你爱我 因你爱我 你为我承担罪的代价 永无知情地爱 让我身体安康 永无知情地爱 追随我一生 我相赋于你 让你爱我 谢谢你爱我 说我要相赋于你 相赋于你 让你来爱我 接受你的爱 耶稣我属你 因你救赎我 你的恩惠时刻保护 我心靠你 耶稣我赞美你 因你真心爱我 祝你我红恩 你的供应 引领我 因你爱我 你救我脱离 醉而困帮 一字牵伤 替我换情最早 永无知情地爱 追随我 追随我一生 我相赋于你 我相赋于你 让你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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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我承担罪的代价 永无知情地爱 永无知情地爱 追随我一生 我相赋于你 我相赋于你 让你爱我 明日上 耶稣谢谢你 祝我愿意相赴于你 愿意让你来爱我们 因为你的爱能拯救我们 你永远 你永远永远不停地爱我 我微弱时你扶持我 你的爱何等伟大奇妙 你永远不离开我 始终不离弃我 你说我是你亲爱的人 我的一举一动你都无关怀 你爱我直到天涯海角 言语不能诉说你的答案 你带走我的伤很忧愁 在释迦上宝雪洗尽我醉 我心灵被痕迹 佛生生命我领受 耶稣 耶稣我爱你 善善爱你 因为你先爱我 我醉意的舍免 我心意的安慰 你带走我的伤很忧愁 在释迦上宝雪洗尽我醉 我心灵被痕迹 佛生生命我领受 耶稣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善善地爱你 因为你先爱我 我醉意的舍免 我心意的安慰 大爱拯救了我 耶稣 我醉意的舍免 我心意的安慰 大爱拯救了我 我醉意的舍免 我心意的安慰 我心意的安慰 大爱拯救了我 我醉意的舍免 我心意的舍免 我心意的安慰 大爱拯救了我 主啊谢谢你 拯救我们 并且主啊我们知道 你的拯救必定是拯救到底 我的神必定拯救我到底 主啊谢谢你 谢谢你拯救了我们 不只是我们过去在最中拯救我们 甚至我们现在 因着耶稣我们阴性成语了 你仍然拯救我们 如同彼得 当他看着耶稣 他就能走在水面上 但当他看着风暴环境的时候 即便是这样 但当我们大声呼喊 主啊救我的时候 神你是好不迟疑 好不犹豫 立刻能够从高天伸手 拉住我 拯救我的神 主啊谢谢你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先爱我们 并且拯救我们到底 谢谢耶稣 如此恩待 宝宝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谢谢耶稣 这是我们的敬拜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感谢神我们又要一起来领圣餐 如同我们刚在敬拜当中唱到的 神爱我们 神先爱我们 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愿意让神来爱你 这就是你最基本的回应 不是说你要做得多好 或是你要怎么样子的行为 你才能够去回应神对你的爱 其实你回应神的爱就是 你知道神爱你 你愿意让神爱你 当你定经耶稣的时候 神自然 祂就能够来拯救你 如同 我刚刚在祷告当中 我所领受的 就像彼得那个时候 他掉到水里的时候 他看见大风大浪 他要掉下去的时候 可是当他大声呼喊耶稣的时候 一定有用 你只要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一定有用 你可以来试试看 不可能没有用的 因为祂是如此的爱你 你知道神如此的爱你 你自然就能够领受这一切 也如同据星牧师 最近几周讲到 有提到 包括即或不然的祝福 其实你去更深的领受 你会知道 有时候神不一定是用 我们想要的方式来祝福我们 可是你知道结局是 神一定要祝福我们 当我们知道神的属性 祂是何等的良善 何等的美好的时候 你自然会经历那一切的祝福 因为你看着神 你会越来越像神 所以我们现在来领圣餐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借着我们的圣餐 我们来定经我们的耶稣 不只是定经神的美好 也定经神已经为我们做成的工作 圣经说祂只一次 祂只一次 祂不需要再第二次 再第三次 祂只需一次 而那一次祂已经为你完成了 祂在两千多年前 已经为你上了十字架 祂已经付上一切 因着罪 因着错误 所需要付的代价 所以你不用再付这些代价 你定经耶稣 我知道有一些事情 还是自然率会发生的 可是神可不可以突然 因为祂是超自然的神 祂可不可以 伸出祂的手 改变这一切 可以啊 如同门徒 跟耶稣在船上的时候 浪很大 风很大 可是耶稣只要一句话 风 平了 浪 住了 对 没关系 就是那个意思 当你定义耶稣 耶稣是可以超自然的神 祂可以为你平静一切的风浪 神 耶稣可以为你平静你生命当中 一切的风浪 让我们来一起定经耶稣 这是耶稣的身体 为你为我而舍的 我们纪念耶稣 已经为我们驳开 祂的身体已经为我们受鞭伤 祂的身体已经为我们受刑罚 祂已经流出了祂的宝血 祂的宝血不只是遮盖 祂的宝血是可以洗净你一切的罪 定罪 一切的误会 让我们一起纪念耶稣 我们一起领受 并且我们拿起杯来 我们纪念 这是耶稣与我们所立的新约 这是祂的宝血 为你为我而留的 血里有生命 你喝尽耶稣的血 祂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 即便你忘记了 可是神说 祂不曾忘记你 祂会用祂的此生爱索 紧紧地拉住你 因为祂是如此地爱你 祂已经为你付上那 最大的代价 这是耶稣的血 我们一起领受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耶稣 耶稣谢谢你 我们纪念你完成的工作 主要我们不只是纪念 我们也知道 我们每逢吃的时候 喝的时候 就是也把你吃进我们的里面 并且也在灵界宣告 这是我们与耶稣所立的新约 我们在新约里 我们在恩典之下 没有任何的人事物 能够从我们这边夺去神的爱 没有任何的人事物 能够从我们这里夺去神的祝福 主要我谢谢你 我们也深知 因为我们是你所爱的 主要你必定帮助我们 你也会用你 那温柔的管教来帮助我们 若是我们的错 你也必定指教我们 让我们能够离开错误当中 并且进入你的里面 因为主要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的是真自由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主要我谢谢你 使我们在你的里面 就拥有真正的自由 不再被罪定罪 诅咒疾病所挟制 我们有这新约 我们有这个恩典的约 我们就必定蒙福 必定喜乐 我们能活出那丰盛得胜的生命 谢谢耶稣 我们纪念你 为我们成就的 我们也宣告 因着我们定精神 我们也要成为 能够做到那不可能 因着我们的信 我们可以成就那不可能的事 让神几重务必的荣耀 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命祷告 阿们 感谢神 真的很美好对吗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收奉献 那 对 我们一样现场还是有开放弟兄姐妹来聚会 但是还是符合政府的防疫规范 所以还是才报名制 所以如果你是在东南部的弟兄姐妹 那 我们台北是有开放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提前预约的话 还是 还是有机会可以来参加的 只要人数没有超过政府法规的限制 还有我们空间 就是什么1.5米的范围内 我们台北的实体聚会 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来的 因为居心牧师看到大家也会很开心啦 对有时候实体见见面 就是真实的看到大家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然后如果你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使用线上奉献 就是用ATM转账 或者是信用卡刷卡 对 那信用卡刷卡如果可行的话 我们尽量还是留给海外的弟兄姐妹 那如果是在台湾的弟兄姐妹 还是尽量用ATM的方式来奉献给我们 然后请告知我们你奉献的后五码 只要告诉我们一次 就永远有效 但是如果你换账号的话 还是请你要告诉我们 那财务这边都会帮你们注记 那收据会是年度开立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联络电话 0255710747 呃是语音 对就你留言给我们 我们会尽可能的回你电话 或者是写email 给到教会信箱 我们这边都会尽速的回复 就是帮你查核 然后回复你 对 好 谢谢 那我们就一起来为我们的奉献祷告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 我们真知道 我们是因为先被爱 所以我们有能力去爱 我们能奉献也是因为你先恩来祝福我们 谢谢耶稣 我奉耶稣的名要祝福我们 不论是在场的 在线上的 未来看这影片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要经历神财务的兴盛 进入财务的自由 因着我们丰盛 因着我们自由 我们欢欢喜喜快快乐乐 将我们的礼物 带到神的面前来 也祝福我们当中有十一奉献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要经历那十一奉献当中 特有的那一份的恩典跟祝福 谢谢耶稣 你恩待祝福 保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因着神 你爱我们 依据我们能够 因为神先爱我们 所以我们能够来回应这份神的爱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很快开始今天讲到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主要向你献上感谢 祝福着你每一位弟兄 每一位姐妹 主要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主要谢谢你 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也许你在生命中 你现在正在面对怎样的苦难 然后你心里觉得 不是说义人日子如同黎明 直到正午月照月明吗 但是确实月照月明 可是有些时候还是会有云 但没关系 神人就完全掌权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今天的神的话语里面 得到Rama 知道在现在 有一个声音在他里面 对他说或向左或向右 有一个声音对他说 这只是正路当行在期间 让我们知道你真正的声音 对我生命中 每件事情的引导 一些大事 我们寻求清楚 祝福这里每一位 谢谢你今天分别为 圣孩子口跟孩子的心 今天我们要看见你 操证的恩典跟祝福 谢谢主耶稣 奉我们寻祷告 阿们 猎王记下二章十一节请念 他们正走着说话 忽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 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 好OK 所以我们上周讲到 以利亚交棒给以利沙 然后以利沙这个名字比较好记 因为她是比利亚小的 对不对 她是她的徒弟说 她叫以利沙 这以利沙就很好 自己以利沙对不对 好OK 所以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 所以再强调一件事 她不是坐火车火马去的 她不是坐火车 她也不是坐高铁 她也不是坐捷运 她也不是坐火马 她就坐旋风 好她就乘旋风升上去 好所以以利亚其实她确实很辛苦 她为神做了很伟大的事情 在加密山 她除掉了巴黎的450个先知 然后她原本希望以色列人 就直接完全回转向神 可是只有在那个当下 后来他们稍微有点回转 但是没有完全达到以利亚所想的 然后再加上耶喜别来恐吓以利亚 所以以利亚最后跟上帝求死 所以还好神没有答应她的祷告 所以三千年的以利亚到现在还没死 所以不要随便跟神求死 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没有啦 这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求生让你一直得 得了三千年求死不能 她应该是要 她就是要在末世七年大战难里头 要下来的其中一个见证人 那个时候她才会死 她是云彩的见证人 所以她应该是 看得到我们现在在干嘛 OK 所以呢 以利亚就成旋风升上去了 OK 所以呢 其实以利亚 她做的到底有没有果效呢 她除掉了巴黎的先知 到底有没有果效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再来是猎王记下三章一到二节 我们请念 对 雅哈的儿子约兰 做王十二年 他行叶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但不致向他父母所行的 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黎的住相 OK 好 以利亚可能觉得他做得好像没什么效 就只有那个时候杀了巴黎的先知 然后重明可能还是去拜其他的啊 因为除了巴黎还有什么亚瑟啦 还有那个什么米勒公啊 反正蛮多的其他的神 对 可是呢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 雅哈后来不是死了吗 对 雅哈打仗死了吗 这个时间点 耶喜别还没死 但雅哈先死 然后雅哈的儿子约兰就当王了 通常讲这个坏王 这个经文大家看过去 可是我那天看到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个点 约兰不像他爸妈那么坏 约兰的爸妈就是 雅哈跟耶喜别 他不像他爸妈那么坏 为什么 因为除掉他爸爸所造巴黎的住相 为什么他除掉巴黎的住相呢 是因为他敬拜耶华吗 没有啊 那他为什么要除掉巴黎的住相呢 因为巴黎没效啊 他们在山上 以利亚 那个时候是450个巴黎的先知 跟400个亚瑟拉的先知 可是他真正单挑的 应该说450个人在那边砍自己 呼求巴黎啊 对不对 结果火都没降下来 然后以利亚他一球 然后火就降下来烧灭了 对不对 所以巴黎被证明无效啊 所以从政治上 我就除掉巴黎的住相啊 所以你去查 去看那个乌加列文献 那就是很有名的考古上找到的乌加列文献 里面提到 巴黎的神话里面就有巴黎死掉的故事啊 然后他 Cobie我们啊 他说巴黎死掉 然后又会复活 为什么 因为他想要再铺蓄几 看可不可以再骗一些钱嘛 对不对 好 因为可是实际上 约兰他们这些神 对他们而言那些神 都是利益交换的人的目标 所以巴黎被证明了没效 所以他就 那就不要找巴黎啊 他们拜别的就好 所以他就除掉巴黎的住相啊 所以你看 以利亚做的是有果效的 除掉了巴黎的住相 因为约兰他做了这件事 所以以利亚做的是有果效的 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好像 上帝叫你干嘛 你也干嘛 你觉得 可是没效啊 没效啊 你觉得没有啊 事实上不是没效 是你没有效 赶快笑 哈哈哈哈 好 谢谢大家你们有效真好 有效的弟兄姐妹 不是啦 哪个笑啊 OK好 因为要除掉 他已经做了这件事了 为什么 因为证明巴黎就是被耶和华单挑挑掉了 所以他除掉巴黎的住相啊 所以是有效的啊 但是纵明并没有 因为证明巴黎不是神 之后就来拜耶和华 他们就巴黎没效 去拜亚瑟拉好了 女的比较厉害 对 有可能啊 因为从而到尾 亚瑟拉的势力没有被除掉啊 因为耶喜别还在啊 亚瑟拉是耶喜别这边的 对 可是耶喜别的名字 又是巴黎是他的丈夫 所以其实耶喜别应该都拜 可是耶喜别特别养了 亚瑟拉那个女神 那个外邦神的四百个先知 所以他们可能就去拜其他的 但是人就是有果效的 你的生命中你可能觉得 我做的那些事情真的有果效吗 我告诉你真的有 比如说好我们 今天早上伟林传道才说 才跟郁俊传道说 郁俊传道的电脑刚坏掉 他说我们人就是这样 你看他们夫妻讲话真有哲理 他说我们人就是这样啊 你平常的时候享受生活中某个东西 你都不会觉得好像 好像怎样 可是等你失去 你就会发现影响那么大 你才懂得珍惜 电脑你平常会觉得 你根本不会想到什么 可是一坏掉 然后修好那一刻 你就会感谢神 人就是长这样啊 你懂吗 你失去才懂得珍惜 懂了吗 伟林传道是义有所指 老公 没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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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祝福祝福 OK好 开玩笑 开玩笑 OK好 因为除掉他爸爸所造的巴黎的住相 他们真的知道巴黎没效了 可是他们去拜别的 可是就想还是有果效的 有一天你就会发现 你所做的这一些事 你可能会觉得 你花了很多精神 你知道吗 身为一个父亲母亲 你做神 要你去养育你孩子这件事 你只会看到 我小孩这个部分表现不好 然后有些人会觉得 是不是我的错 是不是我有问题 你都没有看到 你为他做了那么多 其实在他生命中 有多大的好处 所以你要知道 不是没有效果的 你所做的那些事情 不是没有效果的 因着爱的缘故 确实圣经上也说 只有爱总要以为亏欠 所以你会觉得 我好像爱我孩子不够多 你都会觉得 我是不是那里没做好 可是你要知道 他能够这样子长大 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了 真的是这样 你有没有听过那个笑话吗 骂小孩跟骂老公的感觉不同 就是骂小孩骂完 都觉得自己好像骂太多 骂老公骂完 都觉得好像还有什么没骂到 有没有听过那个笑话 常常是这样 对不对 弟兄们 这个笑话都没有讲骂老婆 所以我也没办法引述 好了OK好 所以真的是这样 因为小孩上帝给你一个 那个父母的爱 就是很难想象 很多父母真的是 可以为小孩舍命 换人来的时候 父母挡在前面 然后真的 真的可能就会牺牲生命 真的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他们的船在海上漂流 然后妈妈就喝自己的尿 然后喂奶喂两个小孩 所以小孩还活着 妈妈最后脱水死掉 很伟大 对啊 这就是父母的爱 这也是为什么 神能够为你死在实际上 因为那是天父的爱 这就是这样 所以要知道你所做的 绝对不是突然的 你为神所做的那一切 最后会很有果效的 再来是猎王记下 四章一节请念 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 哀求以丽莎说 你仆人我丈夫死了 他敬畏叶华是你所知道的 现在有债主 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 OK好 这边就提到有一个先知门徒 对以丽莎哀求 因为校长换人了嘛 对不对 以丽莎校长去休假三千年 对 然后呢 所以呢 以丽莎校长就 就开始当 原本是副校长 不对 校长行政助理 然后呢 现在就直接升 当校长 先知门徒就是 先知学校的学生 OK 但他也是训练当先知的人 OK呢 然后呢 这个先知门徒的太太 就跟以丽莎说 我老公你也认识 他很敬钱 他敬畏主 你也知道 但是我们家欠钱 他又死掉了 所以呢 债主就要把我两个儿子 抓去当奴仆 在那个年代 是可以这样的 所以摩西的律法 也有提到 那多久要还人家等等 什么洗年等等 所以说明也提到一件事 声音上有一个经文 提到欠债是债主的仆人 所以有一些教会 就会认为说 所以基督徒 绝对不能欠债 如果基督欠债的话 你的主就不是主了 就不是耶稣了 你的主就变成那个债主了 所以有些教会 甚至于教 基督徒不可以用信用卡 真的真的真的 有人教基督徒 不可以用信用卡 我觉得 信用卡不是你没钱 是比较好结账 好不好 你花的 只要是你真的有的 你用信用卡 是没有问题的 那基督徒可不可以欠债 那就看什么债 感情债就别欠了 不是 这不是重点 对不对 好 这边讲的事情是 欠债是债主的仆人 是在这个文化里头的 债主是可以把人拿去卖掉 才叫做欠债是债主的仆人 你知道吗 现在是怎样 欠债的是债主的主人 好不好 有没有 有那个笑话 这钱是我辛辛苦苦借到的 为什么要还 这什么态度啊 这钱是我辛辛苦苦借到 我为什么要还 你知道吗 来借钱的时候 他求你 等到要还钱的时候 是你求他 我干嘛 你知道吗 现在世代是这样 因为法律一直一直去保障 因为我们 我小时候我还记得 有一条叫做票据法 就是开支票 然后如果没有兑现 要抓去关 后来那个法也没有了 开支票没有兑现 只剩下民事的责任 所以就有很多拔拉票 听得懂 对 海外的弟兄姐妹 拔拉票就是一种 会结拔拉的票 不是啊 拔拉票就是一种 不会兑现的支票 对 如果大陆的弟兄姐妹 没有这些东西 对 因为就是不一样的 OK 好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那个是时代背景 欠债是债主 仆人是因为 他可以把你抓去卖 现在才不是这样 所以到底可不可以借债 你自己衡量 可不可以房贷 可以啊 对 但你要自己衡量 对不对 可以车贷 可以啊 可是虽然现金 结金比较便宜 对 虽然现在零利率 但是你现金会更便宜 对 好 那另外一件事 所以大家知道 很多圣经的东西 是时代背景的 现在你是哪一个人 是可以把人家儿子 抓去卖啊 开什么玩笑啊 对不对 OK 好 所以我们现在 回到这个时间点 我们三千年前 OK 好 所以有一个债主 要把这个先知门徒的 两个儿子 抓去当奴隶 应该欠的钱 还不少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时候 以利沙怎么办 以利沙说 没关系我借你钱 没有 以利沙没做这种事 以利沙基本上 应该不穷 他家本身家世就不错 你去看他被呼召的时候 他家 他还可以有什么 他什么套牛的 就看他家世不错 那个东西 我跟你讲 圣经都是可以 从很多角度去看的 那都不是家 因为他都是真的 所以会有细节透出来 就很像是 你知道吗 西门彼得 彼得是捕鱼的 约翰也是捕鱼的 谁比较有钱 约翰 约翰很有钱 彼得是 彼得是个体户 就自己跟他兄弟 几个人在那边打而已 约翰还有他哥哥 还有他爸爸家族企业 他们还有雇工 你可能想说 可能就雇两三个 也是小公司 不是 他们生意做到 大到大祭司认识他们 大祭司认识约翰 不是约翰认识大祭司 我也认识拜登 拜登不认识我 懂我意思吗 现在是拜登认识约翰这个概念 懂我意思吗 拜登你可能不认识 美国总统 好 OK 没关系 没关系 大家说拜登是谁 好 OK 有些人可能不大认识他 好 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圣经是可以透出很多东西来的 以利沙是有钱的 可是以利沙没有说我借你 以利沙怎么样 她也叫她走吗 没有 看以利沙做什么 请看一下 四章二节请念 以利沙问她说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你告诉我 你家里有什么 她说 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 没有什么 你知道吗 这个先知门徒的老婆 就说 我儿子快被卖掉了 我两个儿子快被卖掉了 然后以利沙说 那你家有什么 干嘛 连你就想跟我借 我什么都没 我只剩一瓶油了 我已经被借光了 是怎样 那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担心的感觉 开不会这个人也是诈骗吧 没有 利沙只问她说 你家里有什么 她说我家除了一瓶油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个一瓶油的这个字 很特别是 这个瓶 是整个圣经里面 只用过一次的字 它是一种小小的 很小很小 你把它想象成 它家只剩一罐 养乐多一样大的橄榄油 这么小罐 不是一大瓶五公升装 而且就普通橄榄油而已 它什么都没有了 它只剩下一瓶 养乐多大小的油 就这个概念 好 然后呢 以利沙说那你借我 不是啦 好可怕 也不一定 他师父以利亚 之前人家都快饿死 还叫人家做饼 有没有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以利沙比较没有这样 好不是啦 以利沙就 其实当神问你 你有什么的时候 就是他要用你有的祝福你 你知道吗 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工作 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说 他想要经历财务神迹 然后呢 可是呢 他就每天都在家里 你也不去上班 你是要怎么样经历 然后就每天只遇埋乐透 是不行的 你还是要有自己的工作 然后神要透过你正在做那件事 祝福你 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就特别去领受 主啊那你要我做怎样的工作 我还听过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 可是有些弟兄姐妹还特别 知道了这个东西之后 他跟他就是寻求神 神引导他去做跟业务有关的工作 因为你知道吗 领死薪水 特别的祝福就是奖金嘛 业务呢 你只要做的业务够大 你领到奖金 就是一直无限的往上嘛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就被引导 去做业务的工作 我不晓得为什么特别讲这段 你自己寻求一下 神在对你说什么 我不是告诉你 一定要做业务的工作 我只是说 有人因着这样子领受了 他就知道 神问你你有什么 然后他就去被引导到一个神 要去特别祝福他的地方 可是要寻求清楚 要有弟兄姐妹 跟你一起来查验一些大的决定 要一起来查验 不是一定只能做业务工作 但是我知道有人是这样子模仿的 好 回来 所以呢 这位先知门徒的太太呢 她就只有一瓶 有后来神做了些什么事情 看下一页 好 没有关系我讲 以利沙就说 你去向你所有的灵色借钱 不是啊 就向你所有灵色借空器皿 不要少借 回到家里关上门 把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头 所以你就是去跟他所有的邻居借空的锅碗瓢盆 瓢不用吧 瓢跟盆要 锅碗盆都可以装嘛 对 瓢那个很难装 OK 然后就借了一堆器皿来 然后不要少借 特别跟他讲 你不要少借 要尽量多借一点 然后要关上门 很特别 我那天就读这个经 我就发现 你知道有些事情会重复 你知道关上门这三个字 就是这三个字搜寻整个合合本的话 总共只有八次 总共只有关上门这三个字连在一起 只有八次 在猎王记下四章出现四次 这是全本圣经里面的一半的关上门这三个字在这里出现 所以我就觉得到底为了什么 好 这边是以利沙说请你关上门做这件事 然后他们就去借了 请看下一页 好 四章五到六节 所以这个妇人就关上门 然后儿子就把器皿拿来 她就开始倒油了 然后那器皿都满了 养二多大小 养二多大家知道吗 一百四十一百是不是 就倒啊 倒啊 倒啊 怎么倒都一直倒一直流出来 一直流出来一直流出来 流到器皿都满了 然后儿子就说再也没有器皿 油就止住了 OK 好 首先我发现已经出现两次关上门 所以其实第一个就是 我们需要与神有一个单独的 特别属于你的分别为圣跟神在一起的时间 我现在在研发 我发现我现在睡眠睡到某个时间 我就觉得我已经醒了 可是我又不是很爱起床 那我就在赖床 这时候最好你也睡不着 然后呢 但是你也没有真的开始去处理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领袖 我就常常在默想时 我就salking 而且你又不会salking到睡着 因为你不想睡 有啊 现在不是廉价吗 对不对 就可以这样 然后你就salking 然后你就发现 那时候很容易进去看一梦一项 然后去默想很多神的话 像这个关上门这些 就是我读了这个经文 在预备讲道 然后我去思想 它就跑出来的一些东西 所以你要一个特别 你跟神在一起 单独的清静的 关上门特别的时间 有一些神奇 神没有要你跟人家分享 如果他门开着 他邻居会怎样 哦 那个盆是我借你的 那个油算我的 有可能吧 对不对 哦 那个锅子是我借你的 那个油分我一半 没有啊 该你也就把门关起来 不要让人家知道啊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 中乐透都不讲啊 这两件事 这就是他们的中乐透 差不多啊 真的是这样啊 对不对 真的啊 先跟大家讲 金钱其实 是一个中性的东西 但是钱财系统 是不易的钱财 但是我要说的事情是 很多 你去看很多很多人 中乐透之后 他的人生更悲惨 大部分人都说 很多很多人都说 早知道我不要中这个乐透 真的很多人是这样的 钱财是把自己放大 因为有钱就会任性 很多人是这样 钱财是把自己放大 所以你如果没有预备好 可以承受那些东西 那个钱财对你不见得是好的 所以生命要继续成长 所以你自己去跟上帝祷告 你如果觉得你成长的话 他要给你一些奖励 好 OK 妇人就关上门 有一些神经你就是要关上门 有些事情真的不需要人家知道 但是有些事情要做见证 他还是做见证 写在圣经里面 他邻居都没看到 所以不会跟他要 好了 妇人就关上门了 然后我特别又看到一个经文 有人会问我说 牧师那我怎么得着REMA 怎样是REMA 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特别看到 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 这句话 简单说就是 我举个例子 有些时候你会特别注意到某一些细节 你懂我意思吗 突然间就觉得 特别注意到某个点 对不对 有吧 有这个经验嘛 对 比如说你去某个山地 你就特别注意到 它灯好漂亮 或者是你去某个地方 你就特别注意到它什么东西 读圣经你特别有 那句话有 就是你特别注意到的这样子 有人在行中叫做 那个字跳出来 有这种例子吗 就是跳出来 然后打到你 这有点夸张 就是特别有感觉 我那时候看到 我去查一些圣经学者 没人这样说 可是我特别这样看到 我觉得问题 其实不是他器皿借不够 问题是他去借一些器皿 然后就到油 器皿都满了 然后儿子说 再没有器皿 如果儿子说 那我再去借 油就不会停了 你信不信 对啊 可是儿子说 再没有器皿 他嘴巴说出来了 没啦 结束啦 油就止住了 因为啊 以利沙没有说 等到满就停 妈妈也没这样说 可是儿子说 没有器皿了 他把它ending了 如果儿子说 等我再去借 他去搬一个游泳池过来 我跟你说 去搬一个那个 儿童游泳池也值得嘛 对不对 是不是 那种现在夏天 不能去游泳池 就家里梦一个那个 现在听说那个卖得很好 好 所以呢 儿子就说 再没有器皿 然后油就 我认为儿子的这句话 让油止住了 因为没有器皿 而且老子说 没有器皿了 难道真的 说难听一点 一定要器皿才能装吗 我把它倒在衣服上也好 我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他没有很在乎干净的 活下去比较重要 他都快饿死 对不对 好 或者是 你把它倒在布上面吸也可以 任何一个方法总可以留 对不对 留下来 可是他说再没有器皿 他嘴巴缩了 然后就停住了 我觉得是这样 那个神机怎么停住的 跟你宣告 跟你相信的 很有关系 对啊 你就去借器皿嘛 那如果儿子说 等我再去借 然后呢 那个就在那边等他 我相信会有更多 更多更多的祝福的 好啦 如果你有这样的例子 我们在倒油 他没有感觉 现在油很便宜嘛 对不对 而且身上很多油 我在不同油 好 你想象一下好了 我跟你说 你去借几个桶子 我帮你把现金放满 有几个桶子 我帮你现金放满 有没有感觉 一千块的 帮你塞满这样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这样 然后呢 你就想说 那不一定骗人 就去借了三个桶子 就帮你塞满 这时候你要说 没桶子了 然后钱就不塞 还是等我一下 我再去借 一定是再去借嘛 对不对 是这种感觉 有没有 感觉出来了吗 有没有用现金 装满桶子过 有 上去银行 换了一块钱那一桶 好啦 也是钱 OK 你懂我意思吗 是这种概念的 神给 神给他们还债 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这样的 你会觉得 拿那么多油干嘛 要吃到什么时候 那时候油是很值钱的 有多值钱 请看下一页 好 这个四章七节 请大家一起念 妇人去告诉神人 神人说 你去卖油还债 所剩的你和你儿子 可以靠着度日 OK 好 先讲一下 这个妇人也很属灵 她倒完油 不是马上拿去卖 她先去告诉以利沙 她先去告诉这个神人以利沙 她问她说 那再来我要怎样 她是一个顺服的人 她问神 她会去问 主啊 那我得到这个祝福 然后要干嘛 好 回到刚才那个 例子 有三桶 你三个桶子 我帮你放满一千块的现金 你会问我说 那请问我要干嘛吗 你就去买衣服了好不好 少来了 就买车买房子好不好 一桶到底可以买多少 其实 一桶也没有很多 你知道吗 一百万其实就是 一个箱子而已 看你用什么 如果一百块就很多 两千块就很少 你们知道吗 钱有多重 台币有 台币一亿元 大概是八十公斤重 所以如果有人说 抢劫抢了两亿 在路上跑 那是不可能的 你有办法背一百多公斤跑吗 有 因为是钱 所以激发力量 腿断也要冲 好啦 通常你背一亿的一千块 你大概跑不了多远 一定会被抓到 真的 你背过八二七公斤跑 八十公斤跑吧 是钱就可以 好啦 那另外一件事 OK 好 这个妇人就去告诉以利沙 以利沙就告诉她 你去卖油还债 所以你看她很顺服 她经历的神迹还问神主 你要我怎么使用 感谢主 我之前也曾经经历过一些财务神迹 所以我马上问神主 那你要我干嘛 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 有经济上的需求 你要我帮助他们吗 然后我就列了四个人给神 四个名单 前三个 上帝都说不要 第四个说你帮他还 我就去帮那个人还钱 然后那个人之后说要我 要还我 我说不用 因为那是上帝要我还的 然后他就真的没还我了 不是 本来就没有要还我 OK 所以妇人就很属灵的去问了 上帝问了神人 你要我干嘛 这些有要干嘛 该不会是要分给其他的先知门徒 回去用吧 没有 他说你去卖油还债 最厉害的事情是还提到 所剩的还可以你跟你儿子 可以靠着度日 他们欠钱欠到两个儿子 要被抓去当奴仆 然后你现在那些油 可以卖掉还掉 这两个儿子价等值的 还可以拿来过日子 到底油有多少 主要是那时候油贵 那时候油很贵 现在油多便宜 赶紧油一罐多少钱 200块就很大瓶了 真的真的 我有买过 189块特价的时候 对啊 一公升189块我买过 太便宜了 真的 那我大概要 无卡车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吧 对不对 可是那个时候油很值钱 OK 所以你看 他就经历一个财务的神迹 而且重要的事情是 很多时候 你要知道你不是供应者 以利沙没有说 我家有钱我帮你还 没有 她问神 神叫她干嘛她就干嘛 然后这个妇人经历了神迹 她也是问神 你要我干嘛 然后神叫她干嘛 她就干嘛 所以她就经历了财务的神迹了 懂吗 所以让我们懂得 在一些生命中的大事寻求神 当然不是你每一件小事 都要寻求神 比如说好 你总不会是 想要吃哪家 今天中午要吃什么 你就祷告问神吧 不会吧 有人这样吗 刚才玉君传道要订便当 我也没看到他跪下来祷告 祖娃娃找哪一家 我们就打电话去 没开我就换下一家 对 现在好多便当店 中午都没开 礼拜天都没开 好 OK 所以那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让我们懂得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可是这是大事 儿子都被卖掉 是不是大事 是啊 然后呢 以利沙 可能对她而言不是大事 可是她还是寻求神 然后你看 妇人拿到的祝福 她也是寻求神 你要我怎么用 所以你看 就经历了这些祝福 全部这些祝福 通通都是她的 而且门关上了 并没有被偷走 要懂得知道 有些事要隐藏的 不一定要跟人家讲 我们的约瑟的问题 就是他不懂得隐藏 我说的是旧约的约瑟 不是新约的约瑟 新约的约瑟 戏分比较少 耶稣和爸爸约瑟 好 旧约的约瑟 他拿他彩衣的故事 他爸爸给他彩衣 他的哥哥已经很嫉妒他了 他还到处讲他的梦 说你们要跟我下拜 连爸爸妈妈都跟我下拜 讲的是被人家卖掉 也是正常 懂意思吗 不是正确 可是正常 人性 好不好 所以你要知道吗 有些事情你要有智慧 要关上门 就是你跟神 列王记下四章八节 就另外一个故事 有一天 以利沙走到一个 叫书念的地方 你知道怎么记这个地名吗 书念不好记 念书好记吧 反过来书念 好了好了 去以利沙去书念念书 这样子 不好笑算了 好了他到一个地方叫书念 好OK 那有一个大户的妇人 一个有钱的妇人 就强迫他留下来吃饭 就是即使力邀他 不是真的强留 不是拿刀拿枪强留 是真的就力邀他留下来吃饭 所以以利沙每次经过 就去那里吃饭 他也不客气 因为话知道 他带着神的祝福去 好请看一下一页 好然后这个妇人真的是有钱人 有钱到什么地步 她为了欢迎这个神人以利沙 她就直接盖一间房子给她住 厉害吧 谁做过这种事 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很属灵 她真的家里留了一间客房 想要接待传道人 可是没有专程为传道人盖一间房子 这个人有钱 她跟她丈夫 她丈夫比较年长一点 从一些查经可以看到 然后这个妇人就对她丈夫说 我们为以利沙在墙上盖一座小楼 而且里面是有床榻桌子椅子 台灯的 所以就是有整个装潢的器具各样的东西 因为她常来吃饭 所以我干脆帮她盖一个房子给她住 有钱人 好再看下一页 四章十三节呢 简单说就简单 以利沙就派人就问她说 你为我做那么多事 那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她是很乐意的想要回馈回应她的 再看下一页 四章十三节 最厉害的地方是这个 以利沙说 那你是想要跟神求什么 还是你想要向王或元帅求什么 她说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 这边有几个点 以利沙你跟神求什么 也就算是因为你先知 你怎么有办法跟王或元帅帮我求什么 以利沙其实政商关系非常良好 以利亚是很过来玩的 你知道吗 以利亚就那个王就说 让以色列招摘的就是你 以利沙是关系很好的 以利沙比较懂得处理这个问题 而且其实你往前看一点 我们很前面讲到约沙法的故事 约沙法是不是有一次跟以色列王 后面有一次去打仗 还找了以东王去打仗 然后他们打一打缺水 然后快要渴死 然后以利沙居然在军中 所以以利沙就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以利沙已经救了王跟元帅的命 因为打仗元帅也要去 对不对 所以已经有这个关系 而且有一些圣经没记的 可是你去看那个关系一定是有蛮多的互动 所以显然约兰王 这个王是约兰王 因为是北国 约兰王跟他的元帅 一定跟以利沙是有关系的 懂吗 圣经是可以读出一些味道 不然你读过去就读过去 其实是真的有意义 以利亚就从来没有跟人家讲说 你要我帮你跟王求什么 他应该说你最好叫我不要帮你求 因为我求你一定得不到 王会因为我的缘故害你 我千万不要帮你求 可是以利沙去政商关系 她的高层的关系是很好的 她可以帮这个书念的大户的妇人 求王或元帅 但当然求神更好 所以这个大户人家的妇人 这个贵妇她就说 在我本乡安居无事 她真的无所求 她就是想要奉献 她就是想要回应神 想要爱神 很多人这个时候就赶快扒住 赶快求 这是真心的 前面那个先知门徒的太太 是不是就是来求以利沙 请你帮助我 神就解决了 搞不好这个故事有传出去 毕竟那么穷的人 哪来那么多油可以卖 总是可能会传出去的 可是她就是说 我真的没有要求神 我就是想要奉献 我就是想要回应神 很棒 可是你知道吗 即便是这样的她 就算她非常有钱 有钱到朋友来她家 她可以盖一间房子 给她这么有钱 其实她还是有所求的 请看下一页 只是她没有说出来 然后中间几节就是 以利沙就自己 那个妇人没有讲 以利沙就自己说 明年我到这个 我到你这里来的时候 你会抱一个儿子 然后这个妇人就说 神人啊 我主啊 不要这样欺哄婢女 不要这样子骗我 OK 其实是 从一些历史资料去查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书念妇人的老公 比较老 所以因为这样 好像生不出小孩 所以她想说我老公也老 我老公也疼我 你看 她真的很疼她 她跟她老公说 我们盖一个房子给人家住 她老公就盖了 她很疼她 对啊 然后说可是生不出小孩 算了 没关系 可是神人很体贴 她说你就是需要继承人 所以她就说你会生出小孩 结果她还很惊讶 很害怕说 她还觉得你不要骗我 你不要骗我 真的假的 不要骗我 然后很开心这样子 其实开心的 只是她不敢求 有些人不敢求 有些人不敢把真实的跟神说 你就说吧 神不一定给你 所以不用怕 这是现实 神没有责任要把每一个祷告成就 不然以利亚早就死了 以利亚到现在没死 你可以尽管把你想要跟神说 她要不要成就是她的事 可是她一定给你最好的 你说你一定要嫁给这个人 结果这个人并不好 对不对 神不一定要成就 不然怎么办 对不对 如果我们想的都好 就我们去当神 就是我们不可能想的都好 OK 好 就继续往下 所以她说不要这样欺哄我 她其实是又期待又怕受伤害 好 就看下一页 好 四章十七节 十八节 十七节就反而小孩生出来 十八节孩子渐渐长大 推估起来大概是四五岁 三四岁 四五岁那边 因为那个约然王还在当王 好 所以有一天她就对她爸爸说 我的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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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型好好啊 不是 不然儿子很多时候会跟宝宝说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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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爱 没有 她是说她头痛 她头痛 有可能是中暑 有可能是什么脑怎样 对不对 她就说我的头啊 我的头 应该是中暑 为什么 请看下一页 好 四章二十节请念 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 到翔武就死了 她母亲抱她上了楼 将她放在神人的床上 关上门 因为一般来说啊 中暑你就会想说 让她去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 妈妈又没有下去工作 因为有钱人 所以她就去坐在她妈妈的膝盖上 然后想说凉一下就好了 结果就死掉了 可能三五岁就死掉了 所以她妈妈就把她抱上楼 把她放在神人的床上 然后关上门 又一次关上门 这个关上门是有智慧的 就是不要让老公惊慌害怕 既然神可以赐给我这个儿子 既然我没有神人以利沙 既然她祝福我这一切 我相信神要做奇妙事 我只要找到以利沙 我知道神可以再做下一件神迹 这个书念的妇人 有一个智慧之道 她不要让别人去惊慌害怕恐惧 她赶快去抓住神 要知道在旧约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直接去抓住神 她要找这些神人 你可以直接抓住神 因为你就是神人 你属于神的人 你是神的人 所以每一个人 我们万民皆祭司 你就是属于神的人 其实从属灵来说 你就是这个神人 而且神看以利沙 就是以利沙 就是禿头 以利沙禿头大家知道吗 上次有讲过 可是神看你是 是透过耶稣看你 透过耶稣基督看你 所以你是更加的可以来到神面前 所以他们那个年代 这个妇人能够找到神最好的方法 就是赶快去找神人 继续往下 好 四章22节 她就说 她就跟她老公说 我要去见神人 她丈夫就说 干嘛去见她 又省略的事 又不是什么月术 节旗 特别的时候 你赶快去见她呢 然后是发生什么事吗 那个妇人就说 没事没事 平安午事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小孩是被 原本跟爸爸在一起 可能中暑 所以他们仆人就把他 抬去给妈妈 妈妈在房子里 所以爸爸没有看到他死掉 他还以为要给人去睡觉 对不对 他说怎么 他说没事没事没事 他不是骗他 他不要让他惊慌 他只要他找到神问题 就解决了 而且如果丈夫 如果知道的话 可能就说 那我们来办上事吧 他就不能去找神人 对不对 OK好 所以继续往下看 可是呢 这个妇人也不是那么 那么好像扫根经 她是知道 赶快去抓住神 所以她叫仆人说 背上驴 快快地赶着走 不要辞慢 赶快 我们赶快去抓住神 那个年代 抓住神 就是去找神人 好 请看下一页 好 到第25节 这个妇人就往加密山去了 你知道吗 现在以利沙住在加密山 她为什么住在加密山 加密山就是她师父 大大得胜的地方 她住在那个曾经神 大大得胜的地方 你要一直怀念 要一直记得神 在你生命中 做了一些事情 你知道我在我生命中 几个神 做大事的地方 我没事就会回那些地方 在潜水湾 三只的潜水湾 我曾经一次 我那时候我家破产 然后圣灵却大大充满 我解决我 解决我生命 很大东西的点 那个地方 那块石头 在哪里我都还记得 我就会去坐在那块 其实不是石头 是霸掌 就是那个 削波块上面 然后啊 我在福龙当兵的时候 怎么被定到那个 然后神却在那个地方 拣选我 然后对我说一些话的地方 我定时也会去那个地方 然后我会回到那几个点 回到神做奇妙的地方 再去那个地方祷告 说啊 十年前的今天 你在这个地方对我说了什么 你会去纪念神 神在你生命中做的事情 而以利沙她住在加密城 她的师父做这个大事的事情 OK 所以神人就远远看见 就对她的仆人基哈西说 基哈西这个名字要记得 因为有西的都比较属灵 不好笑 有西的比较属灵 笑点 都没听到哽 哎 基哈西 特别第三个字是西的比较属灵 你的笑话讲成这样就不好笑了嘛 好啦 真是的 好啦好啦 基哈西是她的仆人 而且顺便跟你讲 后来这基哈西就 因为一些好处堕落了 不然她应该是下一个神人 因为她就是贴身服侍以利沙的 以利沙这样贴身服侍以利亚 她得到双倍恩高 如果基哈西弄好 她可以得到双倍的双倍 四倍恩高 可惜她拿到一些东西 就是为了一些财物就失去了 OK 好 所以呢 她就对她仆人说 你看书念的妇人来了 好 下一页 然后呢 她就叫基哈西跑去问她说 你平安吗 你老公平安吗 你孩子平安吗 她还说平安 为什么 因为书念的妇人知道 她要找的是神人 不是神人的仆人 因为她能够找到神 最近的方法 就是找到神人 不是神人的仆人 所以不要找神的仆人 找神 懂了吗 我就是神的仆人 请你自己去找神 因为你也是神人 你是属于神的人 自己去找他 我也是属于神的人 所以我跟你一样 不要找我 找他 OK 好 请看下一页 四章二十七节 这个妇人上了山 到神人那里 她现在终于 她跟每一个人说 平安 没事 没事 她终于能够抓住神了 因为这是神所选立的先知 而且是旧约 只有君王祭司跟先知 是有圣灵的人 而且圣灵临到 做完事 圣灵会走的 现在是以马内地 不会离开的圣灵 好 就抱住神人的脚 然后吉他心想要把他推开 然后这神人就说 赶快推开 不是 请看下一页 好 四章二十七节 神人以利沙就说 由着她吧 因为她心里愁苦 后面这句话是一个特点 一个重点 耶和华向我隐藏 没有指示我 所以以利沙也 就算她是神的大先知 双倍恩告的大先知 她也不是什么事都知道的 她说 你会发现这整件事 圣灵并没有特别跟她讲 所以 她没有得到指示 她根本被发现什么事 她到现在还被小孩死了 她现在只知道 有一个妇人抱着她的腿 要哭 对啊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不要害怕你的罪被人家知道 你生命中有些软弱 不要害怕来到神的面前 不要害怕来到教会 那个人有先知恩赐 那个人有那个 什么先见的能力 那个人有什么 他一定会知道 我昨天发现了这个罪 有这个软弱 不会 因为神不会 上帝不是 上帝不是那个八婆 三姑六婆 他不会去跟别人讲你的隐私 不要怕 不要觉得 我不敢去教会 神一定会让那个有恩赐的人 那个先知知道我有罪 我有问题 人家先知也是有上下班的 人家也要活的 什么事都知道要怎么活 所以我跟你说 你不用怕 神不会去八卦你的隐私 需要知道的才知道 连这种需要知道的 他都不知道 伊丽莎 所以我跟你说 就算你是先知 神也不会什么东西都告诉你 真的 如果神什么东西都会告诉你 那么 教会就别受奉献了 每个弟兄姐妹去领受一个号码 有七个弟兄姐妹领受完 我们就这样就够了 听懂我的意思吗 神不是什么都告诉你 不要怕 耶和华向我隐瞒 没有指示我 连以丽莎都没有知道 他到现在必要发生什么事 好 请看下一页 终于要讲 而且他还要跟他讲 我什么时候跟你求过儿子 是你要给我的 是你跟神求给我的 不是我要的 因为我不敢要 我老公老了 我不是跟你说不要骗我吗 不要欺哄我吗 前面的欺哄跟后面的欺哄 用不同的字 可是意思就是 你不要误导我 你不要给我错误的期待 不是我跟你要的 是你要给我的 他到现在还没讲我儿子死 对 然后看下一页 好 四章二九节 以利三也不是笨蛋 他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是小孩子 所以他就叫吉拉西去 吉拉西就束上腰 要懂什么叫束上腰 他们以前穿的是袍子 如果你要跑步 穿袍子会不会摔倒 或者是很不好跑 所以你要束上腰 这样子就可以跑得比较快 走得比较快 懂意思吗 OK好 然后他就叫他拿的杖去 然后要赶快去 人家跟你问安 也不要跟他问安 也不要回答他 你就赶快去就对了 然后把以利三的杖放在 这个小孩的脸上 好 OK 我先跟你讲 没用没笑 好 下一页 然后孩子的妈妈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必不离开你 他就巴着以利三 我绝对不走 除非你跟我去 我打死都不走 因为他知道他就是要巴着神 他会觉得 可是吉拉西已经拿着杖去了 应该有效吧 什么叫应该有效 我儿子绝对要有效 就是巴着神就对了 没事就巴着神 不要去相信倚靠神的仆人 你看神人的仆人就不能倚靠吗 对不对 也没笑啊 好 请看下一页 好 然后果然吉拉西把杖放在这孩子的脸上 孩子还没有醒来 那这段是在干嘛 为什么他讲这个故事吗 不好啊 对啊 就真的啊 我不要为什么他记这段啊 没笑你干嘛记下来 就真的没笑 不要倚靠神的仆人 要倚靠神 OK 请看下一页 然后四章三十二节 以利沙来了 进到屋子 看见孩子死了 放在自己的床上 OK 所以以利沙终于来了 她代表神的同在来了 OK 所以读到这个经文 你想要我特别 我今天很坚持 一定要讲完这个经文 为什么 因为这个经文对我有非常大的意义 大家知道吗 没有太久 也已经有一阵子 就之前我的表姐死掉了 大家知道这件事吗 她是这样 她得了癌症 然后在病床上 我们跟她传福音 她就受洗了哦 在病床上受洗 然后呢 我就觉得 我们就跟她约好说 因为那个时候啊 那个会 就过几天会有一个神大能特会 B.O.江省牧师啊 菲利曼土法牧师啊 在那个台北小军丹班那个特会 我们就跟她约好说 哎 我要带你去祷告 你要经历超自然的神迹 然后就在 她就在隔壁那个台大儿童医院 她不是儿童 但是 就是那个 她的病房在台大儿童医院 然后呢 我们跟她约好的那一天 上午 她就死了 她那天上午就死了 我跟她约好当天她就死 对啊 可是那时候我 我心里很喜乐 你表姐走了你很喜乐 因为我觉得 我就是觉得我要经历一个神迹 对啊 然后我就 因为你知道如果她病重 我还不能带她出来 可是她走了的话 本来就要 就要送去哪些地方啊 那你知道我要把表姐带去 神大能特会小巨蛋要怎么去 坐捷运 她死了 坐隔壁车 司机会逃下车啊 那你知道要坐什么去吗 只能坐救护车 只能坐救护车 救护车好贵啊 一小时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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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算的 好我们就用救护车 把我表姐的身体再去 然后那个时候 我一路上就拍 一路上用手机一直拍 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后 要简单见证影片 神迹要发射 然后那个时候 乡君就在 那个神大能特会的主办单位 A社 for Jesus 当同工 当公关 所以那个时候啊 所有人都很兴奋 哇 终于有人要带 带死掉的人来神奇特会了 拜托 那个那些 因为那些真的都是有例子 这真的死而复活的 真的都有 然后呢 我们就很兴奋 大家都很兴奋 然后相军还先写好 那个新闻稿 然后我就说 今天晚上在 因为晚上 特会是晚上 今天晚上几点几分的时候 然后呢 有一个发生死人复活的见证 然后我们就有所有 而且我们还把那个死亡证明书 赶快扫描 准备到时候 直接po到大萤幕上去 po到媒体上会大大大复兴 真的死了 因为有证据 然后现在复活了 滑跳跳 对不对 我就充满期待 然后呢 果然哦 我们就把他送到 后台 当然不能送到前台 送到前台 很恐怖嘛 对 送到后台 然后呢 彼尔江神牧师 就真的来 跪下来为他祷告 大家知道 彼尔江神 彼尔强生牧师 就是伯特利教会 然后就很迫切地为他祷告 然后很多很多代表者 为他祷告 然后呢 大家就一直为他祷告 然后真的开始发生神奇 我表姐死掉 你知道什么叫面如死灰吗 我跟你讲 人死掉 脸真的是灰色 原本人是有红润嘛 对不对 红润有没有 皮肤不错 然后呢 红润 然后可是人死掉之后 会面面的 慢慢的没有血色 然后之后会变成灰色的 而且你真的一看 就知道那叫死人 对 就是人死掉 真的跟 就是睡着跟死掉 一开始有点像 可是死久了 就会灰色 对 那是正常 然后呢 原本他是面如死灰的 而且他已经死很久了 一阵子 几个小时 他身体都烙冰的 是真的冰的 没有体温了嘛 可是继续为他祷告 他的脸 恢复了 红润 他脸就开始红红的 然后体温开始恢复正常 那神大人特会是有医生在后台 我们请医生来量 医生说真的恢复体温了 但医生下句话说 可是没有复活 我怎么知道 没有复活啊 但是他恢复体温啊 这已经是神迹了 可是呢 就到这里了 然后呢 再怎么祷告都没有 然后我们的新闻稿就 七点 神迹发生改 改八点神迹发生改 改九点神迹发生改 十点神迹发生 然后就是没有发生 然后祷告祷告祷告 到最后要散场 然后那救护车的人在那边等 是要救护谁啊 好 然后呢 救护车就后来 后来那个时候 当然我就很难过嘛 我想说 然后我做半套了 那现在是怎样 做半套是怎样 对啊 然后没办法 只好用救护车 把他送去那个 那个 新駭路的那个殡仪馆 然后就送去啊 然后 我都忘了那天 有没有下大雨 可是我的心 下着大雨 我觉得好像暴雨 然后漆漆惨惨的 然后送进去 OK 那时候我表姐 然后那个时候我信仰几乎崩溃 所以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这个经文 是因为对我而言 那是我生命中 属灵一个非常大的低潮 我充满期待好不好 而且我们约好了呢 然后呢 我表姐 我表姐她也说她愿意复活啊 如果到时候被抠了 都愿意复活啊 结果啊 然后就 神机也发生了 要半套啊 那后来呢 为什么没有呢 然后是这样 那个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有一对 带导者是一对瑞士的夫妇 我们也不认识他们 可是他们来报名 来当带导者 然后他们就来祷告 然后后来我们就聊聊天 就发现 他们跟我们以前 念圣经学院的同学是朋友 所以我们就 彼此聊聊就变朋友 所以我们结束之后 我们有开车送他们去机场 然后呢 这对瑞士夫妇 他们也说 他们很难过 为什么 因为他们完全不晓得 台湾是什么 他们有 他们那个时间刚好休假 他们就求问神说 上帝啊 你要我们去哪里 他们就看到台湾 他说 去泰国玩啊 他们不晓得 很多人把台湾当成泰国 你知道吗 然后上帝说是台湾 不是泰国 所以他们就飞着 就坐飞机就来台湾 就订个饭店 也不知道要干嘛 就来台湾 他也不知道台湾有什么 他们就看报纸 神大能特会 因为会写英文嘛 然后什么别又将神 这个我认识 那不然去参加好了 然后就去 就报名当同工 然后他们记录是这样 他们以前祷告过六个死人 有三个复活 对 六个死人 有三个复活 那还是有13个 所以他们的业务达成率是50% 还不错 可是加了我表姐 七个里面 只有三个复活 就不到一半了 他们也很难过 他想说 他怎么会没有复活呢 然后呢 然后他就说 那个时候他求问神 神说 神跟他说 我表姐不想回来 我表姐不想回来 然后呢 相聚牧师 或者是那个时候 其他的朋友 很多代祷者 都领受到同一件事 就是他说 他在天堂太美好 他不想回来 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话 然后我就单纯的信了吗 没有 我说 你们这些人就是安慰自己 就祷告了不成就 就找个理由 那谁不会啊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 这个信仰到底还不信啊 我又不是不顺服神 我真的把他带来了 对啊 顺美给大家讲 分享一下一个智慧 你可以笑没有关系 我姑姑 就是我表姐的妈妈 后来很感谢我 因为她一直认为 我把我表姐带去给 得到高僧超度 你懂吗 你懂吗 你要用他们懂的词 你知道吗 你把人家身体带去 是什么概念 可是如果是走之前 找高僧超度就不一样 他们超感谢我的 好 OK 而且我也付很大代价 救护车花了五位数的钱 救护车很贵 而且救护车规定 要有救护人员陪在旁边 你是要救护谁 我没有这个需求 规定他 就给吧 别担心 然后呢 我就觉得主啊 这些人就自己说什么 什么他不愿意回来 那每次只要祷告不成就说 他不愿意就好了 这算什么 神是真的就要可以印证啊 所以说上帝 因为我不是说我送 那两个瑞士人去机场吗 我其实同时想买一张机票 逃去国外 因为我不要怎么面对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的信仰 我怎么宣告那么大声 但是考虑到 我有载我老婆 又不能一个人跑 就算了 不是啦 后来当然没有逃走 我就回去啊 灵修 按照我的进度读圣经 然后我就读到一个经文 然后我就好了 因为我说你给我神的话 不然那个在那边天空飘 我随便讲 那么多随便他们说啊 OK 所以我就读到今晚 请看下一页 不是这个 没关系啊 下一页是他就关上门 他就关上门 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 他就祈祷耶和华 以医撒就关上门 虽然第四个关上门就出现了 为什么要关上门了 因为他特别在神面前 他要分别为生一个寻求神 因为他觉得平常 这种大事神都会告诉我 而且平常祷告 远距离祷告一下就好了 真的不行 我叫仆人拿个杖过去就好了 对不对 保罗手帕都可以医治人 怎么会 他也觉得很奇怪啊 怎么会这样啊 他就关上门 只有他跟孩子在里头 他就祈祷耶和 然后经文出来 请看下一页 好 请念猎王记下 四章三十四节请 我读到这个经文 然后我想到那天晚上 那个有一个传道人 拉着我说 我们去帮你表姐祷告 然后他就做了完全一样的动作 口对口 眼对眼 手对手 扶在表姐身上 然后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 我表姐身体就恢复了 我说上帝你给我经文嘛 而且这是按照进度 我那时候不记得这个经文 那是蛮久以前的 我读到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就我信仰没有毁灭 不然我现在绝对不会坐在这里 跟你讲到 我可能在某个国外再说吧 OK 然后神给我这个话 告诉我说 哇 真的啊 就做半套 可是真的做半套了 他已经做了一号的原则 就是真的发生了这些事 他的身体 原本死掉的身体是冰的 身体渐渐暖和 是一身凉的 大家都看见了 脸真的变红润了 可是我表姐不想回来嘛 当然还有其他题目跟问题 所以最后就是 神告诉我 我真的做了 他真的不想回来 然后上帝也不强迫他 所以神真的帮他温好身体 所以顺便告诉你 其实就很像是 天气冷的时候 在台湾可能还好 如果你住在一些什么 北欧什么 你知道暖车很重要吗 车子如果不暖一下 人进去真的 车子是开不动 而且很容易很伤车子 对 然后神说我已经暖车了 我已经帮他弄好身体了 灵魂进去就复活了 那他不要回来 就这样 所以我知道这个经文 而且我还记得 那个传道人拉着我去做这件事 然后当然不是我 然后叫我在旁边做见证 不然人家会觉得很奇怪 所以真的这样 所以发生是这个经文救了我 这是真的 神的话是安定在天 立定在地的 所以我接受了 因为有神的话 你要有神的话立定 这就是你要得到Rama 你按照进度读 那个跳出来 给你特别感动 又符合你现在这个状况 整个圣经片就只有这里有了 你去看 没有其他地方有这种东西 就只有这个地方有 在我那个时候 按照进度最痛苦的时候的 那个经文就是这个 所以我就没有逃到国外去 OK 可是老师说就算我逃到国外去 神也可以在国外给我这个经文 那我还要再回来 好 所以总而言之 这句话救了我 OK 所以我们还是把故事讲完 所以呢 当然以利沙呢 她做了这件事之后呢 身体就渐渐暖和了 所以请看下一页 四章三十五节请念 然后她下来 在屋里来往 走了一趟 又上去浮在孩子身上 孩子打了七个喷嚏 就睁开眼睛了 我表姐就差七个喷嚏 就醒来了 到天堂你打七个黄木 真的我跟上帝说 说上帝他欠我 大家约好 你最少在天堂打七个喷嚏给我 那我就想 在天堂 大家会打喷嚏吗 好了 算了 这个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一个身体 是荣耀的身体 打喷嚏是一种防御行为 所以他不一定需要 所以也不一定有没有喷嚏 算了 不用还了 七个喷嚏要干嘛 好了 总而言之就是 其实就已经完成了 帮你暖好车了 所以这个小孩的灵魂回来了 然后就睁开眼睛了 然后就很开心把这孩子还给了 那个可怜的 书念的大户人家 然后成绩就这样发生了 然后再表达 这三千年前记下来这个经文 救了一个 第三个字也是西的人 叫阿希 不是 OK 感谢主 所以真的 其实神的话是又真又活的 用神的话来守住你的生命 特别是我们教会现在开始 操练一些神迹骑士 先知 遗旨 记得用神的话当锚 有坐过船吗 锚弄到海 看你是什么锚 杀锚什么锚的 反正你就是会卡到 然后不是卡到岩石 就是卡杀的话 就卡到岩 然后呢 用神的话来帮助你安定在天 立定在地 用神的话来验证 然后你会发现 不是你一直领受一些天空飞的 天空飞很好 神要你飞 让我们好好飞 可是每一只鸟怎么飞 总是要降落的 神的话要能够是那个稳定的基础 让你能够降落 而且稳稳 让我们把眼睛闭起来 所以说我们向你先生感谢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只要每一个人生命中会经历高潮 也会经历低潮 但是我们知道 长线来看 我们的人生就是从黎明直到日午 越照越明 因为我们是神的义人 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罪 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 祝福这里每一位 你生命中低潮的时候抓住神 你生命中高潮的时候也是抓住神 让我们平常就养成 关上门跟神在一起建立私人的关系 在你无论是大起大落的时候 或是平盘的任何时候 你都能够经历神的关系 然后你会发现在紧急的时候 成为你生命很大的帮助 祝福每个弟兄姐妹 无论你现在在什么状况 上帝与你同在 祝福你 谢谢绝数 奉神祷告 阿们 好 请站起来做信仰宣言 打从心以来念一次 我相信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他留的宝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深深被爱 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活在世上也如何 好OK 请闭上你的双眼 打开你的双手 零售本周的祝福 主要向你献上感谢 主要谢谢你孩子 在生命中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真的知道神的话 是可以安定在天 立定在地 拯救我们的信仰 主要祝福我们弟兄姐妹 你用生命记 二十八张的祝福来祝福我们 让我们抓住神的话 使我们出眼蒙福 入眼蒙福 居首不居尾 在上不在下 奉拿上耶稣基督之名 我们释放上帝 超自然的一致 因在耶稣的边上 你得了医治 让我们一起领受神的医治 上帝超自然的一致 领到你 对上帝而言 就算是癌症 就算是多么严重的疾病 上帝也能够医治 奉耶稣的小事大事 超自然的一致 现在要领到 主要释放你的大能 医治的大能 主要释得 你也保守我们 主要祝福我们 让我们在对的时候 在对的地方 遇见对的人 做对的事 保守我们有正确的智慧 知道怎么去处理 各样的状况 主要无论是医疗的决定 主要无论是商业的决定 无论是关系的决定 无论是升学 无论是开创事业 或是换工作 或者是感情的关系的 主要给我们智慧跟聪明 主要释得 使我们守所作 身所下 身处所下的兜蒙福 主要释得 使我们手机上传下载 电脑上传下载 我们所列印的 所签名的 所报告的 所做的各样事情 所学习的兜蒙福 主要保守我们 继续在你超自然的恩典里面 保守我们未来 这一周跟未来这一生 都在神极大的恩典里头 恩宠教会 弟兄姐妹要看见 上帝超自然的意志 超自然的荣耀 愿我主耶书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感动的交通 从今时直到永远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好 再来想邀请你 跟我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 赦免你一切的罪 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 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 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 让耶稣给你一个 全新的生命 预备好了吗 等一下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哦 如果可以 你可以把眼睛闭上 让你说出来话 宣告出来 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要开始了哦 好 那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哦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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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定罪 诅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阿们